只畫漫天飛舞 讓人腎上腺素飆升的電競賽正式落幕 長達兩個月 全世界最大的電競加年華 Gamers 8畫下完美句點 我從來沒有想過 Saudi可以有E-Sports 因為 Saudi總是有一個 負責的負責 E-Sports 我們從來沒有太遠 甚至有很多選手 但現在已經有很多改變 我們現在有很多強烈的選手 我們有很多 E-Sports 這場在沙烏地阿拉伯的遊戲全盛會 大咖雲集 祭出千萬美元的大獎 等著各路英雄好漢一較高下 我們有45萬元的價錢 它是世界最大最大 但是它在比賽中 這場是DOTA 2 DOTA 2會有50萬元的價錢 願意砸下這麼多前半電競賽事 就是看上全球高達30億的遊戲玩家 而且預計相關商機 會從今年的2270億美元 四年後增加到3120億美元 實際上你會帶來最高的技術 最高的遊戲開放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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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只是想短時間吸引大批玩家 以及選手到訪 沙烏地阿拉伯 有心在電競產業上發展 掌握實權的王儲薩爾曼 自己本身就是經典射擊遊戲 決勝時刻的粉絲 去年還宣布用國家公共基金 成立電競小組 發展電玩遊戲產業 在幕後推動的還有少譚親王 目標就是要推動電玩產業 創造超過台幣 四千兩百七十億的商機 不只是豪氣收購知名遊戲廠商 更有意培植本土業者 要成為中東遊戲產業的領頭羊 少譚親王也曾經與台灣簽署合作備忘錄 促進雙方在電玩產業的交流 野心勃勃幾聲要成為全球十大電競重鎮之一 一種最重要的事情 我們在看一看 是 我們在2030年 成為遊戲和遊戲 當人們想到遊戲 你會想到日本和東京 你會想到蘇州和南韓 你會想到巴奧 在加州 我們想到蘇州和瑞亞和吉利亞 成為那種自然的